老警察在案发现场捡到一把步枪 他上下打量着若有所思 随后他将枪扔给了旁边的小警察 让他见识见识 小警察却随口来了句 死沉死沉的 似乎瞧不起这把枪 老警察见状说道 哎呀走 民国三二年了 老木牙了 哎呀 那个 八秒之内 一二三 三个把揮 强强大肚扬喊 这家伙还伸受重伤 一个伸受重伤的人 还能用这样一把民国的枪连续干掉三人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月前 一名叫李天狗的退伍兵 被委派到这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当护林员 他尝试在战场上浴血杀敌 保家卫国 没了一条腿的战争英雄 国家为了照顾他的生活 才给他安排到这儿 村口全村的村民都来迎接 看样子那是相当激动 村长更是热情的不行 用村里的最高鲤鱼三碗水相迎 此时天狗有点不太适应 也不理解 我就一个小护林员吗 至于这么大排场 一家三口被送到住处后 村民们更是一窝蜂地往里送各种东西 锅碗瓢盆 鸡鸭鱼肉 甚至一整只羊 天狗也是一推再推 可村民们盛情难却 最后只能暂时收下 可当他第二天要到看护的林寺巡视时 却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他瞬间好像明白了什么 原来村民是为了这才送的 下一秒 天狗连忙地回到家中 把村民送来的东西装上了小推车 想要给他们还回去 妻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一旁埋怨个不停 天狗跟他解释道 听完这话 妻子也明白了其中的厉害 于是一家三口拉着装满东西的小车 把东西一件一件地还了回去 为此天狗还贴了一张告示 告诉村民他不再收任何东西 也劝村民不要再去林子里砍树了 天狗连连道歉 可村民表情冰冷 因为在他们看来 天狗推东西是因为不稀罕这些 而这一切都被孔家三兄弟看在眼里 转天便在他们的豪宅大院里 宴请李天狗一家 原来他们才是这村的头子 如果林子里的树不让砍了 那就相当于断了他们的财路 为此孔老二直接挑命 说赚了钱28分 以至于提到了46分 可天狗依旧不同意 其身要走 孔老二见状又跟了出来 说只要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明天他就能变成万元户 而且你不为自己想 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吧 天狗听了这话 心中五味杂陈 又回到饭桌 倒了三杯酒 然后一饮而尽 两兄弟这一看 应该是成了 高心坏了 于是也赔上一杯 总之天狗接下来却说道 童子们 对面那座山 谁家的 中国的 这山上 没一寸土 没一棵树 谁家的 都是中国的 好样的小伙子们 给我冲上去 哪怕就剩下一个人 也就给我 站在山 你跟上 我跟你说 就那场战斗啊 跟山里 一百二十个人 倒下 他说 只要自己当一天 互联员 这些战友们 用生命换来的 国家的一草一木 就谁也别想动 甚至还劝两兄弟 要走正道 兄弟二人 听完瞬间变了脸 高手 高手 咱咱咱咱 就这样 饭局不欢而散 既然你软的不吃 那就给你点硬的 于是 孔家三兄弟带头 让全村的人 都开始针对天狗一家 天狗像往常一样 去村中的 唯一口水井打水 可来到井边 却发现井上 盖了个棚子 还有专门的人 负责看守 只要天狗来打水 就锁上 还说 孔家的人不点头 他就甭想 吃上这里的水 天狗心思 找村长解决 来到村长家 可村长 早已被孔家兄弟收买 躲在屋里不敢出来 最后天狗只能来到商店 打算买点水 当然 孔家也早就和老板交代过 水也已经藏了起来 货架上放下的只有可乐 而且价格也从从前的两块五 涨到了三块五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 天狗一个月的工资 也就几十块 这一罐可乐 顶了全家几天的饭钱 但最终 还是买了几罐回去 因为儿子和妻子 总不能渴死 也是打这起 他家的日子越来越甜 高可乐西连 高可乐蒸馒头 可再甜 人总得喝水 几天没喝水的 他们嘴都抱了几层皮 突然 这天雷声震震 是要下雨了 两口子赶紧把 能借水的东西 都拿到了外边 然后举起了块塑料布 等着接雨水 可过了好久 这雨还是没下下来 看着儿子干巴的小脸 这个当父亲的 实在忍不了了 于是就跑到孔家说道 那水井是你家藏包了 是 啥地 那家也要喝水 你家要喝 你算那家的 那水井是你说霸占就霸占了 那山里的你说霸占 那就不是继续霸占了吗 走了 天狗说不过 转身离开 狗子 你停下来有缝的难解 随后 走投无路的天狗 带着一根铁棍 来到山里 想要自己挖解 他就不信 还喝不上水了 另一边 孔老二突然来到家中 跟天狗妻子说 风景是老三让的 跟他没关系 还让妻子晚上去打水 倒是他给开门 还特意叮嘱 别和天狗说 谢谢你了 妻子很开心 这下可有水喝了 没有丝毫怀疑 夜里就挑着桶去打水 空老二 如约给他开了门 可等刚进去 门就被反锁 然后一把将他抱住 还特意安排了人在外面看 而此时的天狗 依旧在挖着井 妻子却被人这样凌辱着 他浑然不知 不知过了多久 一股泉着涌了上来 天狗开心的装了衣服 回到家中 可此时的妻子 沉默着一声不吭 甚至 转天天狗带着儿子去看林子 却撞见了孔家兄弟 和一个老板在那看树 路过时 孔家兄弟看都没看他一眼 天狗也撂到了 这事的严重性 于是回家 就马上给商机 写了一封举报信 村里的邮递员 也是个退伍军人 可看到这封举报信 他就无奈地低下了头 然后劝天狗 撤了 劝从人都吃着量子的 听了一句话 突然外面传来了村长的喊话 说天狗的儿子不见了 天狗听后马上跑进山里 整个林子都被他找了个遍 但还是不见儿子的影子 天狗心急如焚 这时有人来告诉他 儿子已经回了家 见到儿子 天狗紧紧地抱住了他 他真的怕儿子有什么不测 儿子大大的眼睛 看着他说 自己的小羊不见了 此时村长告诉他 说儿子是孔老三送回来的 天狗明白 这是在挑衅自己 不知接下来 他们还会耍什么花样 转天天狗去自己挖的井里打水 到了地方 去看见儿子那只小羊 雪莲莲地被扔在井口 此时的他彻底绝望 扬天思后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后来他回到家 索性让妻子带着儿子先回城里 此时的妻子 真是爆发 这一把子让妻子彻底绝明白 丈夫是不会走的 随后就带着儿子离开了 看着妻儿远去的背影 天狗僵硬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因为只有他们安全离开 自己才可以放心地看林子 完事儿他来到商店买东西 可刚一进屋 那老板却突然跑了出去 嘴里还大声嚷嚷着 天狗打人了 快来人啊 天狗知道自己又中计了 他随后跟了出去 却被一敲打得跪倒在地 紧接着一群操着家伙的人冲了上 他奋力反抗 但对方人数太多 一拳难敌四手 孔家老儿撑的不背 从后面就是一副的 接着又是一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现在他 毁恨的说道 够热 12年后的一天 一个迈着矫健的步伐 身穿绿色军装的青年 走进了医院 病床前是天狗的妻子 头发汗白 脸上也有了许多皱纹 青年来到床前 竟然对已是植物人的天狗说道 听到儿子的话 听到眼角留下了精灵的泪花 至此影片完 这是我2006年的老片子 是根据矛盾的小说凶犯改编的电影作品 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 就在于在这个有时会令大家绝望的世界 他做了大家不敢做且正确的事 有时他会成为英雄 也有可能变成功底 很喜欢主角傅大龙 演的是真好 听到那份正直不屈 被他演绎的淋漓尽致 建议大家去看看原片 真的很不错 好了 今天到这 我是西娃 给你讲更多好看电影 咱们下期见